你来了 我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没接啊 我手机没电了 去朋友家玩了会儿 你吃了吗 你是去七处那儿了 我怕他一个人住得不习惯 又怕你担心 所以就没告诉我 你去你堂哥家 我有这么好担心的 除非他不是你堂哥 除非他不是你堂哥 你在说什么呀 七月 生物学中有一种学科理论 叫做反馈循环 它在生活中 大概意思就是说 当一些事情发生了 就会让相同的事情更快 并且再次地发生 就像有人会下意识地 用一个谎去圆另一个谎 但这都只是滚雪球 只会让整件事情 变得越来越糟 是 我对你撒谎了 我爸根本没有得什么 二儿子喊默症 我就是不想让你看到 我有个冷漠的父亲 所有才这么说的 你父亲他一点都不冷漠 他很关心你 而且记得你所有的事情 包括你的家庭教师七叔 家庭教师 什么家庭教师啊 谁说的 七月 你到底为什么要跟我说谎呢 我都和你说了呀 我说谎 我爸 七叔他到底是谁啊 为什么 如果 他是你的追求者 那他为什么要费尽心力 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如果他真的是你的堂哥 那为什么你的父亲 根本就不知道他 七叔 就是我堂哥 七月我发现我一点都不了解你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信任应该是基础 我从来没怀疑过你 但你好像也并不相信我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啊 七月 这件事情你们是不是 从一开始就串通好 原来骗我 我知道了 你好好休息 再见 七叔他是我们的儿子 你到底在说什么 他是从三十年后 通过时光机器 穿越来的 你说什么